慈悲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除了受苦 还有什么可补救呢 又说 谁能拯救我脱离恐怖的恶趣 张开惊吓的双眼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一位能医治的护主 却找不到 心中痛苦万分 欲解不安 沮丧失望 原来这里根本没有救度护主 真到那个时候 该怎么办 现在就要皈依释迦牟尼佛 只有世尊才是医护 只有世尊才能度脱终身 只有世尊才能去除恐惧 赞因赞上记载 佛陀曾经说过 我是无护众生的助伴 画着大悲心 誓愿为众生拔苦与乐 佛陀佛陀佛陀 修有无量悲心 同大悲愿 能烟悯众生 炫苦不倦 还有谁比佛陀更尊贵 佛陀啊 您是一切有情的总医护主 是一切有情的最圣经卷 因为众生盲目 不知道要皈依您 以至于在生死骨骸中沉溺 如果能接受您的证法 即使是顿跟众生 也能获得大力 更何况力跟众生 一定能成就自他两力 这么殊胜的妙法 只有佛陀您才知道 外道怎么可能了解 能够获得解脱的外因 因您的存在而居足 内因就要靠自己努力 可惜 于是的众生 迟迟不能圆满内因 才会一直待在轮回受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常怀众神恩 报众神恩包括两方面 报四重恩 报他人恩 报达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的恩 佛教讲远起 世间万物都处在 多重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 互相依存 地利相关 都是一种 和和共生的欢喜 就我们当下的生命来说 没有世界上所有人的恩惠 也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仅就人与人之间互为生存的条件而言 所谓法不枯起 仗尽方身 一点水若不时干枯 只有放在大海 才能永久存在 人不独活因缘而生 只有在他人和社会的帮助之下 方能生存 每个人之所以能够安居乐业 是因为有无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心情导作和密切配合的结果 所以佛教讲自他不二 有恩应报 把生命的当下推向遥远的过去 我们同一切众生的关系 就不仅仅仅是互为存在的条件关系 从无视以来 与我们有关的人 真是无法统计 面对命运终身 既有我们过去身中的父母 也有我们过去身中的朋友兄弟等等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应看作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的恩人 常说人人为我我为你 值得反省的是 人人都在为我 我是否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人呢 能够很好的体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就是自觉地报众神恩 报众神恩还应该从人类扩大到一切动物 这是佛教报恩智慧的独特之处 我国的主道两家 还有国外的一些主要的宗教思想 根本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讲报众神恩的 唯有佛法 动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一体的 当今地球 动物类的大量减少 实际上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依佛法的因果观来看 正如每一个人都可能 曾经是我们的亲朋 每个动物也同样可能与我们互为亲友 大乘本身心地观金 报恩品 是专门讲报恩的 其中 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 救人 要是众生 若父母 既然知道 父母恩众 要报答 所以 也应该 报众神恩 善男子 众神恩者 即 即 无始来 一切众生 轮转 五道 今千百节 于多生中 互为父母 互为父母故 一切男子 即是慈父 一切女人 即是悲母 习生生中 有大悲故 犹如现在 父母之恩等 无差别 有大悲故 云 人 互为父母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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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车轮无始终 互为父母 为男女 身身世世互有恩 如见父母等无差 不正甚至无犹事 一切男子皆是父 一切女人皆是母 凡夫俗子 由于智慧力不够 此生我们生而死 死而生 生生世世改头换面 自然不能认识累生累劫的父母 佛经中说 罗汉有隔音之谜 菩萨有初胎之婚 菩萨行者死后转身人间 尚且是昏昧的 正果罗汉转身映化人间 亦占妄失过去 但圣者与凡夫所不同的是 一遇到机缘 略为予以典型 立刻就可以恢复记忆 这就是所谓的速始通 千代高僧 沈安大师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说 今知披毛带脚 安知飞席为其子户 今知主动涓飞 安知不曾为我父户 佛教认为 在人去以外的武去 地狱去 恶鬼去 畜生去 阿修罗去 天去中 无论哪去 都有我们的父母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佛法因果律中 无甚没举余 在《劝发菩提心文》中说 我与一切众生 不时以来 互为眷属 父母 柳青 乃至师友 而比众生 常为我做大饶益 或顺我智 令我欢喜 或逆我智 定发道异 又能视线一切 极苦相貌 定我精致 故身贪酌 发于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是故众生恩德 亦负无量 不可言说 佛弟子 应当时常提醒自己 面对众生 要牢牢记住 上方两个字 修行者 若把自己 摆在众生之上 只能下话 不能上报 就曲解佛陀的教化 因为 若无众生不持 莫说修行 连活着 都十分艰难 佛法讲人生难得 是因为 人最具有 开悟的可能性 优于其他生物界 并非说 人类可以 任意伤害动物 人类不应是 对生物界的压迫者 而应当作为善良的保护者 对所有生物予以仁慈 佛法的特质 就在于对万物的慈悲 佛法教导人们 要正确地 认识自己 所受到的恩惠 自己 要为环境 和其他生物 做出贡献 这才是正确的 生活态度 这种思想 正是佛陀制定最根本的一条戒律 不杀身戒中的基础 犯网经 菩萨戒中说 若佛子 以此心故 行放生业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身神 无不从之 受生 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 而杀而使者 即杀我身故 一切地水 是我先生 一切果蜂 是我本体 故常行放生 深深受生 常住之法 教人放生 若见世人杀畜生时 因方便救护 劫其苦难 异常教化 讲说菩萨界 救度众生 包众生恩的一个简便异形的途径 就是放生 把处于刀组之间 或囚笼之中的动物 解救出来 让它们回到大自然中 自由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众正恩 更是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之一 劝发菩提心文 上云 赐菩提心 诸善忠王 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 经言因缘 略有十种 何等为始 一者念佛众恩故 二者念父母恩故 三者念师长恩故 四者念师主恩故 五者念众生恩故 六者念死生苦故 七者尊重己灵故 八者忏悔业障故 九者求生净土故 十者未念正法得九祝故 最常用的回相记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死以保身 同身极乐国 由此可知 佛陀的教化 有深刻的人间性 三宝 是佛教徒认为 最重要的 但经典 却把父母众生 国王 放在三宝之前 可知 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众生的 顾持之恩 国家的 安定之恩 有多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 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未学秀 而我即将成为四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打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小神通月 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妙男司 十方诸佛所称在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妙法联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宜然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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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